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來到方舟魔族體驗 今天這一集繼續召喚我們的 星紅荒神話魔族的生物吧 我們上一集召喚了這一隻龍皇帝 非常的煞氣 個人還是依舊非常喜歡他的翅膀 他翅膀做的還算蠻不錯的 很有設計感 以及他那個身上的那個白色部分 我還蠻喜歡的 黃色的部分的話呢看起來像香蕉喔 所以去就覺得還是算了吧 某個層面來說感覺好像是未拔的粉刺 人家那個鼻頭粉刺未拔出來 大概像這個樣子 噁心 不講還好一講覺得 回不去了老頭都是你害的 老頭你不要亂講 一講就回不去了有沒有 好啦 好啦 接下來呢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好像剩下不少了嗎 呃現在這個部分是 我看一下我到哪裡了 欸 到這裡了 鋼鐵鋼鐵風神翼龍 這是鋼鐵風神翼龍 喔老樣子 欸 哇塞他的翅膀怎麼做成這個樣子啊 還直接穿透我是怎麼回事 不對吧 欸這隻鋼鐵風神翼龍有點不太一樣欸 他把那個翅膀的部分有點類似做的像那個鋪是不是 很有那個延展性的那種感覺 喔但是依舊就只是一個風神翼龍 好 而且他會暈倒 哇厲害了 啊 姑且叫他鋼鐵阿琪 我知道有人在想念阿琪了 不過呢這個阿琪已經成為歷史了 好不好 你們現在所看見的風神翼龍呢 完全 就是你們不認識的那個阿琪 好不好 不要想那麼多了 再也沒有阿琪這種東西了 那是老頭自創的東西再也沒有了 好不好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恩 這個是什麼 這我就看不懂了 欸 是怎樣 啊算了管他 這什麼 欸 這隻 好 這是看過了 下一個 哈哈哈哈 那隻是之前很久 很久一很久的那一集吧 那個什麼召喚鱷魚的那一集 他裡面的延伸出來的 好生物 好這個 大 十大夜 十大夜 阿就跟上一集的那個一樣阿 只是變成紅色而已阿 十大夜 阿你為什麼要叫十大夜呢 十大亞 還是十大夜 你這麼開心 十大king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叫十大king阿 蛤 太隨便了吧 蛤 十大king 勒 一模一樣的東西 喔 這個就不一樣了 好啦 這個會召喚成召喚十大夜出來 啊 十大king召喚十大夜 好好可以 再來是這個 KING KONG KING KONG 喔喔喔喔喔喔 中間那什麼 時間寶石嗎 這隻好像有對不對 欸沒有這隻好像沒有欸 這隻我好像沒有過對不對 你遮住整張臉看不清楚啦 看一下我們老家那邊 有沒有十大king KONG 我只記得有那隻長腫瘤的king KONG而已阿 沒有看到十大king KONG 對吧 看一下 對 只看到長腫瘤的king KONG 而且體型還比我這隻還要大 天哪 我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攻擊 水 右鍵 少在那邊 給我落力巴說 下一個 OMG 哇 哇塞 名字越長越強是不是 等一下 這是在天空飛阿 我怎麼看不清楚他形狀阿 哈哈哈哈 欸這隻好像有有有召喚過是不是阿 阿就不會不會移動阿 不是不會移動阿 他身體不會動阿 就一直飄飄浮阿 他這個模組沒有做好阿 這是 沒有任何動作阿 他這個沒有任何動作 你看他就站著不會動這樣子 他這個沒做好 他這個沒做好 但是外型很帥 動作沒有看進去 那個 動作的那個代碼有沒有 沒有把他看進去 所以他就只會這樣大字型這樣子 像是在玩那個 GMOD一樣 阿根本就是在玩GMOD GMOD的那個 躲貓貓 你別騙我了 好在這一個 喔 翅膀是紅色的 屍歇尾 喔 兇喔 用尾巴攻擊也可以見 也可以見 沒功能 等一下 這個還算蠻可以的阿 右鍵傷害蠻高的阿 尾巴甩擊 很棒很棒 我來看一下 這個這次他的翅膀就有做一些特效了嗎 翅膀做些紅色的特效 那獅血尾 好下一個 看完就好看完就好了 直接看下一位 這個嗎 黑暗 黑暗絲救獸 哦 這個尾巴是怎樣 哇幻影絲救獸 原來是幻影絲救獸啊 哇 傷害差不多 那個攻擊差不多跟飛龍好像喔 有沒有 射那個羽毛出來 只是那個叫聲有點吵而已阿 他只有兩招而已阿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俯衝之力 應該是有 有內 這個有俯衝之力耶 補充之力傷害好高喔 天哪 把他放旁邊 他直接的那個紫色的氣場就這樣出來了 雨終於停了 吵死人了 黑暗阿根廷 厲害了厲害了 幻影幻影絲救獸 從來沒有想過幻影系列居然會有絲救獸存在 太棒了 這個是Dragon Queen 這不是龍皇后嗎 這隻是粉紅色那一隻吧 是不是阿 是不是粉紅色那一隻阿 欸不是耶 哇塞這個龍皇后的顏色怎麼是這個 喔 龍皇后不是粉紅色嗎 我印象中應該是粉紅色那一隻阿 哇這個就不像不一樣了喔 Dragon Queen喔 Dragon Queen喔 Dragon Queen喔 哈哈哈哈 阿這隻 我們應該沒有召喚出來過吧 喔我不知道噴了什麼 西肩 欸 欸 開始 好 招式都是逆天形的 一樣是逆天形的 欸 射羽毛出來 啊怎麼突然有點LAG 這傢伙讓我LAG了 啊黑黑暗破壞死光 浮誇了浮誇了 終極龍皇后 哇靠這個傷害打超遠的阿 這隻其實還蠻不錯的阿 可是為什麼現在那麼LAG阿 我的天阿 可以不要那麼LAG嗎 喔 再來這一個是 這隻好像也看過了阿 這叫什麼 欸 怎麼看不清楚 這隻不是跟我那一隻幻影嘟嘟爆龍很像嗎 應該是同一隻吧 我過去看一下好了 應該是同一隻 名字也好像喔 哈哈哈哈 在哪裡阿 玩龍迷路了 應該是這裡吧 名字也很像 欸 在哪裡 那隻在哪裡 欸 阿龍不見了 我們嘟嘟爆黃龍咧 換你嘟嘟爆黃龍 消失不見 欸 不一樣喔 這個顏色有差喔 哇 一紫一紅 這個可以 不知道哪一隻比較強喔 不曉得哪一隻比較強 不過感覺都很帥就是了 原來這隻也是新的阿 我好以為是舊的呢 這叫什麼名字 阿卡特 阿卡特 阿卡特嘟嘟爆黃龍 好 這叫阿卡特嘟嘟爆黃龍 再看一下一個 靠超大隻烏龜 金色的阿龜龜 好可怕喔 哇 這隻做得好兇狠喔 這隻我好像有印象喔 那個蛇 這隻好像有印象喔 太兇了太兇了 有過草的 這邊又一隻小龜龜 兩隻龜龜天狼之別 大龜跟小龜 有沒有小龜龜長這樣子 看起來 然後呢 這是 這個是亞成 這個是又又體 然後呢 這個是成體 成體跟 亞跟從 成體跟又體差這麼的多 實在是太害人了 好吧那我們今天看的也差不多了喔 那麼希望大家會喜歡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玄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魔族體驗再見面了 下集再見 掰掰